哈喽大家好,我是伟哥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段黄忠和孙策搭配的肮脏套路 还好他们都是自己的队友,不然真的会被欺负得很惨 伟哥猜想孙策和黄忠肯定是一对机友 不然配合的怎么会,那么默契 几乎每次孙策开船都会带上黄忠 而对方黄忠就没有这样的待遇 结果只能被我方黄忠欺负了 可以看到比赛快结束的时候 黄忠的人头数量都20多个了 伟哥玩王者能拿到20个人头的对局少之又少 而队友这样的套路轻轻松松就拿到了这么多人头 看来以后要找一个这样的孙策一起开黑 那样玩出来的感觉才叫爽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